跟着歌曲舞动比出爱心 红海首都曝光集团主题曲MV 今年嘉年华活动因为疫情 虽然采用线上举办 艺人卡司也不落人厚 动力火车Ella单纲演唱 把气氛炒到最高 嘉年华结合元宇宙电动车 两大话题充满科技风格 2021年红海合并营收5.94兆元 年增11% 前三季获利大增其成 董事长刘洋卫表示 今年第一季虽然是季节性 传统旺季 过年期间红海中央厂区 甚至只有两天假期 可以说Q1荣景前所未见 去年我们做得不错 今年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 2022年比起2021年 红海面对的挑战会更多 但是带来的机会 也是过去数十年前所未见 去年红海科技嘉年华 秀出三款电动车 展现自主研发能量 近期与狗狗肉合作 布局印尼 刘安伟指出 未来产业两件大事 就是电动车以及元宇宙 红海都将扮演妖角 我们的关键零组件 在研发以及策略合作上 也有许多的进展 我们从四轮跨足到二轮 最关键的是 我们取得了美国的生产基地 让我们在EV的发展时程上 足足提前了一年的时间 集团华丽转型的同时 实施分流分时上班 确保员工和家属健康 是重中之重 创办人郭台铭也送上祝福 掌握时机 后职实力 将迎来亦后新局 红海年终奖金 外加绩效和分红 每位员工平均领到 14个月到20个月年薪 这头戏的尾牙大奖 一口气送出 20名百万现金红包 还有10辆Model C 百万豪车 礼平2022年集团一运 更上一层楼 新台的电视王冠林 沈为彤综合报道 在旁边其实也看得很开心